隨著各大學陸續放榜 今年秋天要進入大學的學生們 5月1號就是回覆 是否入學的截止日期 專家指出 在決定進入哪所大學之後 還有一些細節必須注意 例如高中畢業前的成績 還是要維持一定的水準 也要注意自己上網的言論等等 至於被想進入的大學 拒絕該如何提出上訴 專家也給出了建議 專家提醒 高中應屆畢業生 收到了學校的錄取通知之後 不但要在截止日期前 回覆是否入學 還要繳納校方規定的保證金 才能確定保留入學名額 除此之外 有些細節也要特別注意 學業的成績 絕對不能有大幅的滑落 那有些12年級的學生 會因為12年級 尤其是已經收到錄取通知 就開始大量的礦課 甚至作業不交 或者是這個考試不考 那這些呢 其實後來可能導致 學校的老師給你很低的分數 那麼大學是有權利可以取消你的錄取的 第二點呢 學生呢 在這個網際網路上面的發言 是非常要小心的 因為呢 在過去的這幾年有非常多的案例 就是學生不管是在申請前或是申請後 在網際網路上面有不當的發言 都會導致大學取消你的錄取 至於被排入錄取後補名單中 錄取的機率有多大 專家表示可以做些補強動作 提高後補錄取的機會 現在以後補來講呢 被錄取的機會並不是那麼的大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想極力爭取 首先當他通知你被列入後補名單的時候 你必須要回覆通知他說 是的 我要待在後補名單裡頭 第二點呢 你也可以再加強說明一下 其實你在申請表弟送出去之後 又達到了哪些新的成就 或者你又得了哪些獎項 甚至你的成績又進步了 這些事實你可以再寫一封信給他 希望能夠增加你的機會 另外有些學校雖然拒絕某些入學申請 但是仍然接受學生上訴 不過提出上訴也有一些技巧 否則上訴後扭轉結果的機率 也不會太高 有很多的大學尤其是頂尖名校 它是寫在官網上面說 我們是不准上訴的 但是某一些大學還是允許學生上訴 但是你上訴不能是沒有理由 基本上如果你的申請條件完全沒有改變 那你不能告訴他說 你犯了一個錯沒有錄取我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新的申請條件 像這些比較顯著的一些申請條件的增加 你可以寫信再通知他 然後申請上訴 但是一定要注意是要這些學校有接受上訴的 你才能寫信過去 若是都沒有被任何學校錄取 但是還想繼續升學 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 有一種申請叫做rolling admission 有一些學校是它沒有收件的截止日期 它會一直收收到它這個額滿為止 所以你還是可以考慮這些rolling admission的學校 當然一般來說這些學校的檔次 可能不是那麼的高 可是確實也有一些是合格的四年大學 那或者學生可以選擇去社區大學 當然社區大學是沒有門檻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社區大學因為環境比較複雜 真正能夠轉到四年大學的比例 實際上也是只有十幾個percent 所以學生必須要非常地努力專注 要把基礎上沒有很鞏固的地方 確實地補好了拆擠 進入社區大學 希望能夠有第二次的機會 進入好的四年大學 專家提醒 確定進入哪一所大學就讀之後 其實有很多後續的細節必須要注意 因此不要太過於放鬆 以為等著入學就可以了 在這段期間 還是要隨時注意校方的通知以及規定 以免功虧一虧